随着宋江喝下了御赐的毒酒,水泼梁山的故事也即将尘埃落定,宋江在临死之前,怀里抱着已经没了气息的李逵,他在想什么呢?当宋江回顾他这一生,他突然发现,自己这一生似乎都在被一个人操控着,每次重大的变故都有这个人的身影,甚至可以说,这个人才是梁山背后真正的掌控者。 出现在宋江记忆里的这个人究竟是谁?他又是如何掌控梁山的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这天晚上,在家中睡觉的巢盖被突然惊醒,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在梦里,他见到天上的北斗七星从天上掉了下来,正好就砸在了他的房梁上,要说是北斗七星其实也不对, 因为朝盖在梦中掉下来的一共是八颗星星,在北斗七星下面,还有一颗稍显白色的星星,朝盖觉得此梦不一般,但是他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,他将此梦告诉了自己的好友吴用,想让他帮忙解解这个梦,此时的吴用与刘唐刚来到这里,听完这事之后,吴用心里顿时有了想法,因为就在刚才,刘唐为朝盖带来了生辰刚的消息。 他们正是在商议此事,吴用觉得想要截取生辰刚,只靠他们三个人肯定是不行的,他们三个就算真的夺到了宝贝,也没法运回来,毕竟十万贯的金银财宝可不是小数目,朝盖很想找几位好汉一块来帮忙,但是他也不知道该去找哪个,这时候吴用站了出来,他告诉朝盖,自己这边倒是有几个人选。 朝盖很高兴,他正因此而烦恼,没想到吴用这么快就把事情给解决了,第二天一早,吴用就前往了诗节村,找来了阮氏三雄,这三位原本是在诗节村打鱼的。 但是最近,他们连鱼都打不成了,因为诗节村旁边打鱼的地方不是别处,正是梁山坡,梁山上原本只有三个头领,他们三个并不厉害,诗节村的人该怎么打鱼还怎么打鱼,但是在不久之前,梁山坡上来了一位名幻豹子头领冲的,原先是京城八十万进军教头,甚是厉害,诗节村的人占他不过,连打鱼的资格也没有了。 软氏三雄正因为生计发愁,吴用就来了,软氏三雄答应得很痛快,他们三人早就想干一票大的了,这下终于有了机会,第二天,吴用就带着三个人回来了。 带到了朝盖家里,此时已经有了六个人,还差一个,剩下这个人正在赶来的路上,就在朝盖请几人吃饭的时候,他就到了门口,不久之后,朝盖院子里来了一个人,正是入云龙公孙盛,但是很奇怪,公孙盛也是来找朝盖商量生辰钢的事, 公孙盛不是二仙山上的道士吗?他为什么会知道生辰钢的事?而且他还知道的这么快,跟闯荡江湖的刘唐得知消息的速度一样快。 而且公孙盛出来杂道,直接就来到了朝盖家里,光明正大的谈论起这种事了,真不怕被人听到啊。 为了避免被人听到此事,无用装成路人跳了出来,指着公孙盛二人变骂,好啊,你们二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商议这等够当。 公孙盛被吓得面如土色,经无用这么一闹,气氛顿时缓和了很多,朝盖请公孙盛进屋,跟诸位好汉都见了面,公孙盛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这时候,朝盖又想起了那个梦,此时屋子里正好是七个人,正好对应天上的北斗七星。 七人举杯共饮,也算是一场巨异,而在七星下面吊着的这颗白星,正是后来挑着担子卖酒的白日鼠白盛,这七星巨异可以说是成功夺取生辰刚的关键,而夺取生辰刚可以说是整本书的关键,若不是因为生辰刚,朝盖一伙人也就不用上梁山了,宋江也就不会怒杀炎婆西, 也就没有后面的所有事了,而在巧夺生辰刚时,又有一个人也非常关键,那便是吴庸,吴庸在这次事件中是无可替代的,这人是他找来的,计策也是他出的,事情他也是亲自参与的。 甚至连后路也是他提前就找好了的,之前在诗节村时,吴庸便说了,此次若是惹来祸事,我们也可以上梁山落草。 在无用的建议下,从东西村慌忙逃走的几人一路来到了梁山上,希望能留在梁山落草,但是此时的梁山寨主可是王伦,一个心眼比针尖还小的人,又怎么会让朝盖这一群人留在梁山上呢? 王伦不但心眼小,脾气大,他也没啥本事,当初林冲来梁山的时候,王伦百般刁难,林冲使出浑身解数,才加入了梁山,就算林冲加入了梁山。 他在山上也被孤立了,直到朝盖他们到来后,林冲才看到了曙光,但是朝盖为人比较老实,他没有看出王伦的恶意,只是觉得人家不欢迎咱们,那咱们换一座山就是了。 但是吴用就是看上了这座梁山,不愿意离去,而且吴用也很敏锐地发现了一件事,那就是林冲与王伦之间的矛盾,虽然说林冲死皮赖脸地加入了梁山,但是他看的可是柴静的面子,要不是柴静推荐他来这里,林冲会受这鸟气,如今朝盖等人也来到了梁山上,但是王伦又用出了同样的招数,想要赶他们走。 林冲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,但是林冲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憋屈,他不像好兄弟鲁智深一样,敢于主动面对不平之事,因此,想让林冲与王伦撕破脸,必须有人推一把,而推了林冲一把的人正是吴用,朝盖他们刚上山时,梁山虽然是盛情款待,但是也就这一顿了,王伦的心思早就被吴用看穿了,因此在宴会上,吴用故意先卖了个破绽,第二天一早。 林冲便来拜见朝盖等人,吴用见林冲来了,便知道林冲已经中了他的计,在吴用的窜夺下,林冲给众人承诺,若是那王伦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,看我林冲怎么收拾他。 几天之后,王伦果然派人来请朝盖他们,吴用知道,王伦这是要下逐客令了,接下来就要看林冲的发挥了,等众人都到了中义堂后,王伦命人端上来五定大隐,以我这小庙城不下你们这几位大佛为由, 希望朝盖他们下山,另寻他出落草,朝盖也不是说非在此,梁山落草不可。 梅必要求着王伦,于是他拒绝了王伦的银子后,便要带着众人下山,此时的林冲终于忍不住,大声指责王伦心胸狭隘,说吧,拔出刀来一刀截裹了王伦,还将朝盖推举为了梁山债主。 梁山从此换了主人,也正是林冲的挺身而出,才让梁山得以改头换面,一举成为一伙强大的山贼。 要是一直让王伦当债主,没准什么时候就被朝廷当业绩抓了,朝盖他们在梁山得势之后,就想将宋江也请上山来。 朝盖与宋江是林村好友,之前在东西村,幸好有宋江不顾自己的安危。 跑出来给朝盖他们送信,不然当时他们一个也跑不掉,为了感谢宋江,朝盖让刘堂给他送去了一百两黄金和一封感谢信。 但是这里其实很奇怪,一百两黄金可不是小数目,宋江手里多出这一百两黄金后,肯定会被人怀疑的,就算宋江不在人前显摆,这笔钱也很有可能被别人察觉。 因此,这一百两黄金,极有可能是吴用为了让宋江上山的阴谋诡计,但是没想到,宋江果然不是一般人,将黄金全都退了回来,只留下了一块当作纪念,但是除了黄金以外。 吴用还有第二首备用计划,也就是那封感谢信,一般情况下,干这种事最重要的就是隐秘,吴用不可能不知道,那他为什么非要给宋江送去一份书面证据呢? 也正是因为这封书信,让宋江不得不除掉了颜婆西,成了杀人犯,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,不得已加入了梁山。 要不是有朝盖和吴用两人的奇怪行为,宋江根本不至于落得个到处流亡的下场,自然也就上不了梁山了。 宋江写反师,被抓起来的时候,吴用又让人伪造信件去救宋江,伪造信件主打一个真实。 怎么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呢?被敌人看出来也就算了,吴用自己也能很快看出来,是不是假的太刻意了一些。 也正是因为这封假信件让宋江和戴宗进了必死的局,只能靠梁山去救了。 宋江被救上梁山之后,前面还算老实,后来支持宋江的人越来越多,朝盖这个债主的地位都有些不稳了。 以至于到了后来,朝盖为了争攻,为了一匹马就要攻打增头士。 结果把命搭在了里面,吴用没能拦住朝盖寻死,也没能拦住宋江招安。 当众好汉请他出面劝一劝宋江时,他却一直推脱,难道他也想被招安? 看起来确实是有可能的,如果朝盖当债主,那不可能有招安的机会。 于是吴用想尽办法,把宋江给请上了山,随后又让朝盖送死,好让宋江上位。 为了能让宋江上位,无用不惜亲自下山,请来了卢俊义。 卢俊义来了之后,堵住一大批人的嘴,于是宋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债主。 最后也是成功被招安,宋江喝下毒酒后。 回忆自己的一生,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结局吗? 自己这一生究竟在被谁牵着走呢? 仔细回忆了一下,原来是无用啊。 鱼可以生活在潜水或者深海,可以任意地浮沉,因为鱼的体内存在鱼镖, 而且鱼用腮呼吸可以一直生活在水里,那么龙会不会和鱼一样? 体内有特的结构可以储存氢气或者其他气体,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空气轻的气体,可以不用借助翅膀就可以飞入高空, 或者借助闪电和水的反应,产生大量的氢气, 可以自由地翱翔在我们看不到的深空。 真的是细思极恐,又令人深思, 总而言之,不管龙这种生物是否真的存在, 俗话说万物皆有灵, 首先我们要存在敬畏之心, 等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, 相信有一天这个令人好奇的谜地一定会揭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, 订阅 转发达,